… 650條陪伴了你幾十年的骨骼肌 每天都支持著你的日常生活 但你對它們的認識柔有多少 So Geek,為你拆解人體肌肉傲備 小腿主宰著我們平時最基本的 移動動作 無論是走路、跑步、跳高 還是站著都與它無關 小腿主要的肌肉是後側的三頭肌 分別是由淺層的肥腸肌 以及深層的腿木乳肌 兩塊肌肉所組成 如果你經常走路走路覺得無力 經常跌倒,不用疑神疑鬼 很有可能是因為你沒有練小腿 是肌肉不夠的後果 好 各位女士們,請我介紹 我們的主持人 左邊是Henjin 左邊是Sinia 準備好… Rumble 小心點 Henjin,為何你今天這麼純粹 沒有,我怕你會游撲 陳,看你的小腿,你應該沒有練習 甚麼?我平日走路很多,站很多 我有練小腿 走路走路也算是運動 不知不用開門 這句節目也不用做了 你年紀不小了,肌肉會萎縮 說這些?難道年輕人就大力金剛腿 我就叫今天的兩位Agent's Muscle 肥腸和巴仁出來馬上比試一下 看看誰的小腿比較近 有些小腿比較近 Agent Muscle的任務 就是勇往直前不斷接受挑戰 帶大家去看不同肌肉的特性 這集要鬥的是小腿 看看賽前雙方的數據 操作不是問題,最重要是不力 我對腳肯定是無敵 因為… 劈力,劈力無敵 看看小腿的數據 Bion的肌肉比例較多 但肥腸的小腿勝在夠粗 可能也有得鬥一下 Bion的肌肉是小腿的 分開… 分開,分開 分不開了 今天要玩的遊戲是鬥雞 單腳站 用膝蓋撞向對方 將對方撞跌 不可以攻擊對方的身體 亦不能攻擊對方的伸直器官 明白了嗎 這個算不算伸直器官 這個就伸直器官 預備,發展 放上她 蠟蠟,加油… 這是甚麼帽子 你也別說… 我覺得他能爬得不錯 好像他自然會跌倒 加油,快點… 不是這麼久的 你近一點… 好 我先走… 只是自己跌的 是勝出的 你的豬八真是勝出的 我真的猜不到肥腸那麼胖 原來肌肉也那麼厲害 很厲害 對,很明顯 你看牠很大 抽筋 你看牠很大 抽筋 很大 進取吧 你這麼邪惡嗎 我沒說到全膠肥腿 其實小腿最重要的是平衡 Hanjin,說得對 聽Wing老師怎麼說 當我站在這裡時 我的腳要爪勢地下 而小腿的肌肉 就是連接到我們的跨關節腳板 幫它爪勢地下 所以小腿的肌肉 對我們這些平衡性是很重要的 小腿要練習,其實很簡單 你只需要… 重踩乳 真的要刮高嗎 對,把腳高放下來 下的時候,不要碰地 馬上升起 做二十下,五秒 第二天就要很合失 不過話說回來 我們玩了那麼久 大家發覺好像少了些東西嗎 少了些甚麼 我知道… 只有我,不說吧 對,也不重要 我們看影片吧 甚麼 笑了甚麼 好的 Cindy現在是一個專業的芭蕾舞員 她從四歲就開始學芭蕾舞 2014年,她考入了APA的舞蹈藝術系 但去過幾年,Cindy還獲了幾個獎學金 不但她還在2016年 以及2017年的香港公開舞蹈比賽 獲得金獎的樹榮 你說厲害嗎 而2018年,她還加入了 香港主業的芭蕾舞團 很厲害… 你真厲害 你好… 我想你分享一下 你跳芭蕾舞時的舞姿 是怎樣成為小腿答應 那我們現在由拉筋開始吧 來吧… 最簡單的 原來最簡單的就是這個拉筋動作 Pony,你看看你 連最簡單的動作都做不到 你今天要哭得很久 你看Cindy 每個舉手頭竹多麼優雅 Pony,你…破壞了畫面 先說回正題 Cindy除了柔軟度比Pony好之外 其實小腿肌肉也比Pony操縱很多 隨時操縱了她的大腿 因為解救了 小腿後肌主要分為肥腸肌 和比目乳肌兩大部分 我們一起看看肥腸肌的環節面 這些又肥又粗的肌肉纖維 叫白肌 佔的比例是非常多 他們每次收縮 都提供到強大的爆發力 幫助運動員跳得更高 就是因為白肌那麼粗 所以多練肥腸 小腿就容易顯得操縱 所以經常做提腫動作的芭蕾舞員 他們的小腿比一般人操縱非常多 同時爆發力亦會比我們好 所以叫Cindy做小腿達人 真是當之無愧 Pony,你還是回家練習吧 我也知道大家很想念我 大家這麼冷靜… 我們待會燒烤去哪裡吃 不用掩飾,想念我的心情 我今天帶了專操小腿教練 Eric老師過來幫忙 大家好… Eric老師,你好 你好… 剛才看過一段影片 我永遠都聽到肥腸機 肥腸很操縱、肥腸很厲害 肥腸很有爆發力 我很開心 其實肥腸機不是大就好 肥腸機的尺寸和爆發力 不是必然關係 有時他小一點、幼一點 像Michael Jordan那樣 沒有覺得他很有小腿肌肉 但他的爆發力很強勁 所以不一定有關係 謝謝Eric老師 其實我想問肥腸機在哪裡 肥腸,你拿出肥腸 你拿出肥腸的肥腸 對,就是他的肥腸很大 肥腸很大 對,這個位置 沒錯 Eric老師,有甚麼方法 可以令他更澎湃 好,我們嘗試做一個 阿諾蘇華森力加 都會做的動作 叫騎人提種 交給我,我的手下去做 好,那就交給你 首先動作方面 我們要把手撐住 是 撐住椅子 把魚挺直至肩膀 壓住… 最有趣的是利用前面 這兩個小小的突起物 就會增加了小腿伸展幅度 就會較大 你利用肌肉纖維也會變多了 相對難度會變高 顧名師要騎人 也要騎人上去 叫你騎肥腸上去 你不怕死 肥腸不是阿John 不是,肥腸 不好意思 辛苦了 你真是發生 肥腸 雖然Brian,你兩條小腿 看起來挺粗壯、挺大力 但肥腸騎上來 你能撐住嗎 肥腸沒事的,交給你 肥腸,你400多磅 真的嗎 對 試試現在能做到嗎 我想說他在上面比較害怕 試試做10 3、4、5、6、6、6 7、8、7、8 別動了 9、10 很厲害… 其實肥腸是很輕的,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不會 我一開始真的很擔心 因為牠真的很重 就像Eric老師所說 其實小腿的肌力 甚至比身體重量更重 因為牠的設計 跟槓桿原來 牠是一個省力槓桿的設計 所以小腿可以承擔到 你看到兩、三倍的重量都沒問題 其實有兩個肥腸在你身上 理論上也可以 不如肥腸去試試吧 對 Pony,在Pony上面 對 你自己的名字 我站在Pony上面 不,你在下面,Pony上去 行嗎 不行,肥腸… 剛才你贏了牠 我叫做肥腸,肥腸機也不行 這麼特色 你小腿的力量跟Brian比差一點 唯有用自信來回答 怎樣做 Pony上去 對,Pony上去 肥腸,你… 很害怕 很害怕… 試試做10次,可以嗎 Pony有些東西領著你嗎 1 可以 2… 其實我真實的身分是有… 3… 4… 加油 5… 6… 7… 還保持著 可以吧 8… 可以嗎 9… 很結實 6… 很厲害 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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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要贏你,Brian 你看他的臉都紅了 他流汗了 我怕他流汗了 臉都濕了 想不到肥腸,你這麼厲害 可以和這個… 很嬌、很神、很肥腸 很男人 剩下半個節目,你們先做事 好,但你先排隊… 肥腸喘氣,讓他休息一下 兩位Agent Muscle 這次挑戰成功 稍後回來,看看他還有甚麼搞作 有甚麼方法可以在家裡做 家裡沒有肥腸 對,家裡少了一個肥腸 那麼出色的男人,比較難 但如果家裡有一個類似肥腸 養出色的男人,我們可以扶著他 做一些在家裡做到的動作 我們單腳旗,不要害羞 扶著隔壁 例如我扶著健壯的肥腸 就少許踩高 然後落下去的時候 不要腳踩碰地,再踩上去 對,難了很多嗎 難了九年 如果你單腳已經沒問題了 可以考慮一下 拿點重量 例如家裡有背囊,放水進去 你可以試試背部背部 或你可以用東西 隔壁的腳同樣地做單腳提寵動作 這樣也會變得困難 單腳做的時候 你的穩定性會變得差 最好就像肥腸那麼健壯 穩固的男人附著 如果家裡沒有肥腸 可以找一根牆壁 你這樣說話 在這個情況而已… 但剛才所說 是一個孤立地訓練的方法 其實實際上要小點能力提升 我們也要做爆發力的訓練 會比較好 例如跳、跳躍、衝刺 其實真正正訓練到小腿 例如追巴士 其實真的要用小腿的白發力 或是後面突然有人追著你 即是衝…衝的時候 這樣就會用到 但記住練習後 我們要做一些伸展動作 對 我們要做一些拉筋、放鬆的動作 這樣就比較好 這樣就不會粗了 對,我正說會粗了 對 其實練習得好的話 理論上,尤其是女士 不是讓她變粗而成為目的 男人很迷戀肥腸而已 女人看見你就是真的 再見 為甚麼 她說肥腸機 即是腫起的意思,不是我 Pony,有辦法嗎 我當然有辦法 來,扔我出去 Pony,開始 來… 2… 喂,這隻香雞腳 比Sennia還要幼稚 這也是小腿達人 小姐,你怎麼稱呼?甚麼來頭 Kimi從2014年開始跑步 2018年第一次參加本地馬拉松比賽 在2019年,Kimi還跑出國際 征服了名古屋、曼谷、柏林 和紐約的馬拉松 她目前最好的成績 就是去年柏林馬拉松的 3小時59分39秒 你跑了40多公里 你的腳也可以那麼幼 有甚麼可能 你沒跑過,你不知道 跟我跑幾小時吧 幾小時?我幾分鐘都不行 走吧 Pony,你不是吧 一開始跑就已經撐不住了嗎 眨眼看Kimi的腿和你的腿 不是相差很遠 你們的分別一定是在這裡 我說的是小腿深層的比目魚肌 原來她大多數是由幼身的紅肌纖維組成 紅肌每次收縮都是慢慢來 耐力十足 所以做長時間運動的時候 例如長跑 肥長肌很快就罷工了 但比目魚肌還在休息 任勞任怨 又因為紅肌這麼幼的關係 所以比目魚肌練得多 視覺上還是很健康 所以Sinia和Pony就別經常用拍腳操 做藉口 多點跑步,練習小腿吧 長跑、瘦腿 一定想起狠雅取 但我們是美女 不能浪費,還要跑那麼久 有甚麼辦法可以一邊做肥皂 一邊練習到比目魚肌嗎 你們倆教甚麼 沒有…我們正在練習很健康的東西 對,不合理一起練習 來,研究一下 又好 剛才我們學習了站在腳踏腳 練習肥腸肌 原來坐在腳踏腳 練習下面的比目魚肌 你看,輕輕鬆鬆 要多撞就有多撞 我認為無論是比目魚肌還是肥腸肌 兩個都很重要 所以有時間練習比目魚肌 再有時間練習肥腸肌 你不明白,我有多討厭肥腸 你很討厭肥腸嗎 我就去找個欣賞肥腸 喜歡穿高差 還要是美女的女生回來 那就像聖誕老人了 即是甚麼… 不存在的 她也口水 你這樣走 要在一個這麼有力的校園中生存 學生也習慣了戰鬥格地上學 這位同學看起來沒甚麼病痛 你們是否找錯人 慢著,她小腿好像很痛 原來她快說高跟鞋成癮者 你好,我是Chris 我從小到大都超級喜歡高跟鞋 因為女生是貪美的 你穿高跟鞋好心就不要跑那麼快 小心跌倒 Chris,無論是追巴士 你還要走一些鬼死的場地 拿你命三千的亡命斜路 快明知經常要上樓梯 看見她也辛苦 她也是打死不離高跟鞋 年輕人,究竟有甚麼動力驅使你這樣做 是愛還是責任 我可以沒有男朋友 但絕對不能再失去高跟鞋 原來是愛你不愛命 平日上學就說要穿高跟鞋 放學你可以換一雙矮一點吧 為何還拿一雙高跟鞋 原來放學要上班 做模特兒賺錢吧 恐怕賺點錢回來 就是買高跟鞋 不錯,我們都感覺到 你真的很喜歡高跟鞋 但你經常穿,腳不痛嗎 痛,當然痛 而且長時間後,小子還會粗 我也不知道有甚麼辦法 貪美真的要付出代價 面對著高跟鞋的背叛 Chris,究竟還可以跟他繼續走下去 歡迎Chris和物理治療師Jacky Chris,Jacky 歡迎… 我覺得這個節目很不應該 明明高跟鞋是女士的恩物 為何要說高跟鞋那麼壞 我不明白高跟鞋有甚麼壞 不如我們先看看他的姿勢 好 當我們穿高跟鞋後 最基本的就是腳踏會升高 同一時間,重心會微微向前傾 為了保持平衡 腰也會咬後一點 變成小腿肌肉會收緊 還有我們的盆骨 會有一點叫骨盆前傾 不知道Chris長期最高跟鞋的習慣 跟他的肌肉質量有甚麼關係 我們一起看看Jacky 如何分析他剛才用 體組成磅測試出來的數據 Chris的數據上 肌肉量… 但一般女生來說也是一樣 會比較少 其實支撐我們的姿勢會差一點 肌肉不夠就會影響承托能力 希望我們訓練肌肉 令我支撐我的身體 包括腰腹肌肉、小腿肌肉 希望減低一點,會比較不舒服 當然我們也要減少一隊合適的高跟鞋 或者儘量做一點 我又不覺得高跟鞋真的那麼差 這對是斗令爭 粗爭 粗爭,對,哪一隊比較好 兩隊來說 一定一定是粗爭會比較好 始終支撐點會比較寬 相對的穩定性會比較好 不會那麼容易會扭傷或跌傷 Chris,你會選哪一隊 我一定會選擇斗令爭 因為粗爭有點老套 對,我也理解 而且最高端是你當然選擇 當然選擇瘦、幼幼的 如果你穿粗的話,甚麼意思 很有道理,真是甚麼意思 這兩隊都是尖頭 圓頭又有幫助嗎 圓頭對前掌位比較舒服 因為始終尖頭比較厲害 腳會比較夾著這個位置 有時會造成腳趾弓、邊形 有些拇指外翻的情況 所以有得選擇,亦選擇一隊寬厚 會比較好 這隊有個好處 就是有脂肪,這隊比較厚 然後這隊相對沒有那麼高 那是否會比較好 但始終因為前面變厚 有時有些人不小心扭傷 你當成一吋高的平地扭在地上 腳本的受傷就會更厲害 作為一個高跟鞋的高度用家 其實我也有不小心跟你們分享 我會這樣疲累,我會這樣鬆一下 可以嗎 我覺得沒那麼疲累 不如請Jacky來跟我們示範一下 怎樣鬆一下肌肉 對,沒問題… 不如我們做幾個簡單的動作 好 首先我們站起來 我們要伸展小腿的肌肉 前後穿起 例如我們拉著後面的腳為例 我們手放在前面的腳 留意一件事 我們後面的腳尖要向前面 好 慢慢把人的重心壓向前 直至感覺到後面的小腿肌肉 有拉扯的感覺 另外我們還可以用毛巾做一些伸展 我們可以將毛巾對接 然後我們放在腳掌上 我們就握緊毛巾的兩端 然後拉著毛巾向上扯 感覺到小腿的位置會拉扯著 如果用網球特別好一點 我們可以舒鬆腳板的位置 我們把網球放在地上 然後把腳掌踩正在中間 可以在前後滑下去 另一個方法就是站著做 當他站著做的時候踩下去 相對地的壓力就會大一點 給他一點壓力 你聽了那麼多關於高跟鞋的資訊 你還會穿高跟鞋嗎 會…一定會 根本就動搖不到 是動搖不到的 我也覺得現在全身都鬆了 看了半小時電視 只鬆了小腿,哪教我 當然是你一套全身鬆一鬆才行 這集又差不多了 是否在梳化裡坐定 但也忍不住腳踏踏踏 那別讓他停了 一起跳吧 好… 怕你碰到痛症 急著有哪個會中傷我 怕是錯風句嫌棄我摸 到達一行只覺得很傻 輕一點送一點 A4A姐 精一點準一點 A4A姐 Hey baby Get ready Co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衝白揭露 衝白揭露 I'm gonna keep going I'm gonna keep going I'm gonna keep going This is my reflection 我長在牆迫過了七刻 Bei what… 我跳跳過了翼翔 Bei what… Bei what… Bei what… 我長在牆迫過了七刻 我放放放棄了不分 Bei what… 拜拜 拜拜 我去廖州 我会被冤构 一秒转身 风有点 渐有点 easy easy 高一点 出一点 easy easy Hey baby Get ready Time and listen to my reflection 我参参 参 过了三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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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跳 跳 跳过了一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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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帮方 放弃了不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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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